昨晚亚洲杯的分组赛终于来到C组的最后一轮了 这一组大家都很关注为何我们香港身处在C组里面 头两场球都输了,历战而败对着亚联游和伊朗这两支西亚强队 但表现是令人惊喜的,所以输了头两场后是未绝望的 因为这个赛制是六组里面,每组都直接出线 而六组里面有四组里面的成绩最好的四组 可以取得最后四个进入16强的席位 所以香港不是没得争的 在最后一轮,就是昨晚那场对着巴勒斯坦 如果能赢球的话,很有机会可以进入16强 因为A组我们卫大祖国得过两分 已经收皮了 其实赛前已经收皮了 因为在较早时间赛利亚赢了印度 赢了4分在手,卫大祖国得过两分 正式宣布收皮了 恭喜他们可以提早过新年 但是香港对着巴勒斯坦如果能赢得到3分 不是没有机会的 不过也要看其他球队的面色 但是也要保持到机会 当然如果这场球赢不了 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就是你包尾了 那时候就把巴勒斯坦出线了 所以在踢之前 大家当然很有期望 因为头两场球的表现 觉得拉近了距离 觉得全盛集气 我们也希望 的而且是很接近的 曾经接近出线 但是踢下又怎样呢 这场球踢下 香港最终赢不了 开球只是11分钟 巴勒斯坦右边的队长埃巴达 在右边一个落底线的全中 然后在比利时找到的高大中锋 达巴志 在禁区里押着鱼子 飞身顶入 顶过弹地波入网 收死了今场球担任正选的 香港龙门谢家荣 一比零零先 接着 25分钟到今场球担任队长劳烈斯 香港的中坚 因为跟对手相撞之后 肩膀 肩膀 就有伤了 就要退下火线 由李毅海入剃 然后 香港亦有黄金机会 但是把握不了 包括 Philip 接应米高的环传 一射 炒高了 那波就 稍微 而米高 给了那波就 刚刚给了身后面 Philip 充强了一点 就回来 别人又杀到了 没机会去拿 再看笋 来打 只管拼了一招 又要退后一点 而去射 就炒高了 那波 上半场 无功而还 香港就落后一球 零比一落后 下半场出来了 香港想去攻 但是 不过很快就被巴勒斯坦一盘冷水 召头淋了 因为48分钟 48分钟 这次又是一次 艾巴达 这个队长又在右边 有一个落点很漂亮的全中球 其实上半场的1比0的球都很漂亮 下半场又是一个落点很漂亮的全中球 就被这次轮到另一个前锋的昆巴 接应顶入 2比0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领先到2比0 香港内后到2球 接着作出了调动之后 打算押上前去攻 但是 攻不了不止 还因为一次的反击 巴勒斯坦一次的快速反击 龙门就做第一点反击 马上就放了球 前场 巴勒斯坦的中攻球员的右翼 本身的右翼 沙恩 禁区顶左脚狂奔 波还没弹出 下来 达巴勒斯坦一步 门前就射入 3比0 那是梅开二道 那是梅开二道 香港已经输到3球了 其实已经大小已去 去到保时阶段 被他拼到12码了 当时巴勒斯坦的球员在禁区中手球 VAL 召唤回来澳洲籍球证的伊云斯坦后 就要判12码 被香港想着 可以破弹 谁知艾巴勒斯坦一射 狂抽证中间还没弹出 言客 再之后 最后一击 香港在禁区顶有个罚球撥倒 后面入替的肥棒 史雷芬帕尼娜 主射罚球 射到以为入 哎呀 那个网屋 但仍然是网质 最终这个球不入之后 球证也吹鸡完整 巴勒斯坦3比0 正胜香港 拿到3分 这场球也是巴勒斯坦 第三届参加亚洲杯 踢了9场球之后 历史上第一场的赢球 第一场是亚洲杯赢的球 巴勒斯坦 他们也创造了历史 亦都是他们首度 第一次晋身16强 香港没办法 最终三战皆不最终 最终的积分榜 香港输了这场球之后 三战皆不 入一球 失七球 零分 竞盘末直 最终出局 同组的伊朗在另一边 2比1赢了阿联友 三战全胜 九分就首名出线 大热门 次直是阿联友 一胜一和一负 紧紧 教育得失球差 压过巴勒斯坦 第二名出线 巴勒斯坦 一胜一和一负 4分 成为其中一支 最佳第3名 亦可以 晉身16强 所以这场球 香港 无计 亦输了 亦输了 可以说大家都 梦醒了 开始这条影片之前 欢迎大家入到朋友 麻烦帮忙 subscribe 和分享 这条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订阅 同时也分享了出去 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面的影片留下留言 希望大家看完之后 喜欢的话麻烦 多点赞 好吗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share 正所谓 因为YouTube 很赶求这些reaction 增加YouTube推播的机会 很重要 重要事说三次 YouTube演算法 就要看这些没办法 希望大家做完 谢谢 也会继续有六部节目 也会有直播节目 Weekend 只要无事没说 没什么特别 也会继续有声音直播 和大家一起看一看 那么 在今季继续英超为主 亚洲杯就完结了 亚洲杯也说明 只是播香港的三场分组赛 或者所有有香港的比赛 没了 我也希望他能先播出 可以继续播香港的球 但是没了 未来 除非有些好会 例如日本对韩国 或者时间很漂亮 就开来播一下 但是也是 英超为主 如果周中的 例如英超或者半夜 看时间看起码 看状态 没理由 社匪联队搬离 周中三点钟 我都跟他们播 水晶宫队 不知什么 水晶宫队 水晶宫队 对劳顿 我都帮不回 无论是在录播节目下留下留言 还是直播节目 想进来 开Live的时间 想进来 和我或者一群网友 吹吹吹吹吹吹 聊聊天 聊聊聊天 交流下 以礼相当 互相尊重 不要进来挑剔 聊聊聊聊 那些 弄得大家没人不高兴 这些老规矩大家都知道 应该明白 再跟PATRIC LAWYUNO的IG 希望大家都帮帮他 在视频下方的视频 有条链按进去FOLLOW 或者索性 直接上IG打PATRIC LAWYUNO 跟着按FOLLOW就是易德 谢谢 看看今场香港的阵容 今场香港再出了几个调动 老门亦用了谢嘉宁取代了阿辉 之前两场担任队长的叶蓬辉 今场退居后备 出了谢嘉宁 后防又有次了 继续4231 后防就是余子 余子男 左边又继续用了一 陈俊一 中坚 继续上场正选的中坚 努列斯拍着周元德 一阵防冲继续今季错词 陈俊和胡俊明 三个进攻中场 在进攻线上有些不同 右边继续是艾伯顿 中间是Philip 进入了今届赛事第一球的Philip 以及左边 将阿佳放在左边 正中锋是谁 迷糕了 就放在正中锋 即是收起了孙明 上场坡担任正选的孙明 就先在后备 第一场正选的潘佩也放在后备 所以 几个位置 是作出了调动 老实说 这场坡 以三场坡的表现来说 这场坡的表现 可以这么说 是最差一场 最差一场 这场坡的输球 亦都告诉你 是抵输的 抵输的 其实从一开始开始 已经看到香港班球员 踢了10分钟 不够10分钟 有些感觉都已经说 不对了 感觉上 有些好像乱 绑手绑脚 是的 你看到一开始 他们无论斩的那波 传的那波 那些落点 或者是那些 推的那波 拿的那波 都不太相信 甚至乎 暴头都是重的 好 先说一下 后防方面 前两场坡 在防守方面 做得不错 无论是man mark 或者是 互相补复的位置 做得很好 就算对于亚联游 或者伊朗这两支 西亚可以说是强队 都可以说 令到他们 在进攻 都有一些 一筹莫展 一筹莫展 反而巴勒斯坦 反而巴勒斯坦 就算我之前 就已经在这些片段说了 其实三场坡里面 分分钟 巴勒斯坦这一场 是最难踢的 有很多原因 先说踢法 那方面 巴勒斯坦的波 是粗的了 是粗一点的 这场坡 你看到的 其实这一层赛事也好 或者过往有看过巴勒斯坦的波 他们不是跟你说打什么控传 打什么特别 什么花巧战术 球员脚法又不是特别好 硬翘硬 简单直接 对着这场坡里面是4-4-2的 巴勒斯坦完整的4-4-2 玩就玩什么 通常都是两边出球 两边出球 玩两边出球 然后斩进去禁区就跟你斗坑 去顶 这场坡里面就是这样 三个坡里面有两球 就是这样 这对巴勒斯坦白山白虎 你远看以为他们这样踢 真的很像以前大声带的宝顿 真的越看越像 后场拿到球 推到上去就推 推不到大脚斩上去 然后永远就有一个 设置个 二传的 这个可能是 达巴子也好 或者坤巴也好 就好像 奇云戴维斯 设置个二传出来 给后场的什么 例如达巴子也好 还是 沙恩 就好像露兰 后场盖上来又射球 撕下入球 好像很简单 但又有很实际的踢法 这些踢法其实过往 无论多少代的香港球员 都很害怕 很害怕 花拳兽腿不是代表 很舊踢 未必是 也不害怕 但是 你说香港球员 从以前胡国雄年代 所谓 子多星国家明 但是 开始 到和歌年代 然后就算 甚至陈少奇 到现在这一代 反而他们怕这些多些 下下坏密跟你斗压斗 体能 其实香港这些反而是输涉的 这一场球 巴勒斯坦就会和大家看这些 而且他们最重要是两边全中的落点准 很多时候斩进去 其实他们都明刀明枪 巴勒斯坦的球都是明刀明枪的 不花巧的 就这样斩进去 两边出球 跌压两边出球 但是最重要是人家斩得准 而抢点也很有威胁 你想想输头两球 就正正是被人的抢点 落点和抢点 同时间都可以说明 为什么两次刀这么轻易被人出球 既然人家这么明刀明枪 就是两边全中最大的武器 最大的威胁 最大的杀着 但是就应该是将他减到最低的 给他出球的机会减到最低 而不是这样出 那没办法吧 但是这场球 明显上在man mark方面 都是做得不够好的 做得不够好的 在man mark方面 在进攻方面 例如在分攻 和 防守 首先 乘位 在one on one的时间 阻止不了对方的 边路球员 去出球 刚才说了 对吧 亦被对手出球 两球都被对手 1-1-1压顶 压着来顶 这个也是 为什么第一个球会是余智去看的 劳烈斯被人引了前面 被人引了前面 要看前面那个 周元德 还有周元德去了哪 劳烈斯本身看的 周元德不知他去了哪 劳烈斯不就要跟回那个 然后 达巴士 反而就被他欺負着余智的一点 而余智本身就不善定 看回 之前Colman仔那条片 访问他 他自己也说 投锤是他弱汗 果然就是欺負着 我不知道巴勒斯是否有人翻译 阿拉伯也翻译 就欺負着他这点 下两点就是那个位 对吧 所以 这场球防守方面 是有失误的 而第三个失波 也可以说是 对方的一个反击 对方一个反击过来 在中场那里 拿到球之后 接着就 二打二 就好像也不二打二 还是二打三 但是 被人一路 轮到禁区顶 然后就起脚 没记错那时候 二打三 二打二 那时候 劳烈斯和另一个球员 我忘记是谁 还是陈俊一 两个是拼在一堆 被人打到球 然后拼在一堆 所以就反而被人这个 沙恩很轻易 去到禁区顶 那里就射到球 然后 做明弹枪之后 亦都 翻得不够快 就被这一堆巴士 这样 就射入 还有 那个球就 什么啦 阿一就跑到越位 所以 其实这些球打反击 你应该一直逼他 如果有 看回过往 勾手球 或者一些比较高水准的比赛 那些防守的原因是什么呢 打反击你不要让他推进中楼 一直逼他到哪里 没位置射 或者逼他 真的连出的时间 尽量拖延出的时间 迫他传回到后面 让他自己对他 追上来 而你自己也对了回来 有时间 所以这个 就是防守的问题 就是 你破坏不了 攻势还要被人这样进入 另一样的防守 感觉上 就是这场球是 有点乱的 其实上半场开始 已经觉得有点乱的 那 这么说 这场球出了 邪家榮 其实 头两场球 很多人 有些人 有部分人 觉得对阿辉有点意见 那些球员说 哎呀 阿辉如果不是出 邪家榮就不会失了 Come on 这个世界是没有余果的 而其实头两场球 阿辉也 展示到他的作用 所以为什么 大赛经验行先 是要经验行先 你看到这场球 邪家榮不差 不是差的 其实他够了很多球 如果不是 不止 不止输三球 但是问题 整条防守才能 一环环扣制 他始终是什么 邪家榮始终 一来经验不够二来 他自己也承认 他之前自己访问也承认 他很佩服阿辉的 就是压长感 他没有这件事 即是他现在未有 他要煲 这些要煲 即是你要提倡 今场球 你是少了一个在后面 喝着你这些人去提倡的人 就算你说 比如说鱼子 亚一 周元德 甚至未将努烈斯 全部 经验都不是好 国际赛经验 来到这些大赛就要这些 所以 不是说只靠活力就OK的 有时 那 这场球 其实 邪家榮踢得好 踢得好 真的不是他 不止失三球 只不过整条防线 这场球是令人失望 令人失望 中场又是 其实这场球 巴勒斯坦 有些是 预计不到巴勒斯坦 预计不到巴勒斯坦 一开球就向前压 就不给你机会 去进攻 这样 就是给你去向前压 不给你机会 他向前压 搞乱了你后防 和中场打乱了中场 洛仔和胡祟敏金场的速率 效率是没有了之前那两场那么高的 其实都已经算是尽量 见到他尽力去补回的 但是补不了多少 因为一来跟对手的中场 都可以说那个效率是 真的差了下去 加上 金场球 香港一贯就打算压前去踢 为什么金场球 反而还踢得差了呢 和给巴勒斯坦好像有点格式格的感觉呢 正如说巴勒斯坦的球不是在后场踢的 他这球是粗的 就斩上去等前压去涌 他都不用在后场用球 你逼我干什么 对不对 你压前 我都没什么给你逼 反过来 我多谢你压前逼我 我放过长波上去 你后防多空位 现在 你后防多空位 我就有机会打进攻 我一斩上去 我斩上三杂线 然后设置二传 再分边 接着走位 接应边 就冲进去顶 一起苛城 对不对 所以 逼抢那方面 这场波是不奏效的 好了 用了米高 前面那边 前风线 这场波出米高 其实容易 我都明白的 就是想加强 支点的位置停波 以及 叫做加强攻力 因为早两场 无论用潘佩和孙明踢左翼 感觉上效果都是一般的 索性上不如用阿佳 上去 上去 阿佳 有时候可以收回中间 帮忙去 叫做埋门 用米高的身形 去做支点 但问题是 米高似乎跟班波夹的时间不多 你看到他的默契 在场上 不知怎样 你说他是不是懒了 其实我又不能说他懒了 有些人又觉得不够积极 不懒了 懒于走动 不懒还说他是什么 香港的马斯雅 你真是好想侮辱米高 其实不是的 你看到他有几球 上半场中后段 他逼到几球回来 是OK的 但问题 真的似乎看是暂时 如果把他正选 就不多夹了 以及这场波 巴勒斯坦正如说 有几位在后场用波 一来就立刻斩向前 那你逼得有多少锅 对不对 而且你见到米高有些波一拿 他不急的 譬如他俩完之后 比还 那边呢 Philip那球 Philip炒了那球 其实你见到他那几下是OK的 那几下是OK的 就是 再加上你第一场的波 就算是炸壶进入那波 其他处都是冷静的 这些人其实 他都会在埋门那方面 会用一下脑的 但问题是 你说在碧场 那些体系 其实要夹的 碧场不是靠一两个人的 他夹的时间不多 他真正入籍的时间有多久 对文莱那场才是第一次踢 然后过去一个月就叫他习翻 其实不算很多 平时之前那两场也是后备 所以为什么经常都觉得 米高 先放在后备 后备换进去博 推出他就差不多了 这场波若然放在佳中间会比较好 因为已经踢惯了 反而放在佳在左边 又廢了武功 佳已经告诉你 之前已经告诉你 他踢左边已经不太行 无论是杰子也好 之前在奥运 再上一次 国家乐教奥运的时候 佳刚刚初出茅路的时候 踢边 首先他没有速度 脚法也没有 他有的身形 和勤力 这些波底也比较粗 踢翼的话 其实对边路没什么帮助 没什么帮助 他突破不了 所以其实他放在中间反而更好 反而利用到他新高 他的支点越踢越好的中锋 所以反而阿佳是 应该继续 再赔他成为中锋的位置 更好 那么 另外 这场球 艾华顿 有几球 又浪费球 很多人就说 独食 12码又不入 12码不入就没人想的 老实说 当然处理得可以再好一点 但没有如果 那句 我觉得 不要太厉害地去批评他 也不是说什么垃圾 说垃圾 又不要这样 其实艾华顿在香港 是一个比较独有的球员 整个港岛里面 有哪个突破力比他好 他是发同突破力 是 他有时候是独 他这个东西方面 也是软件问题 但是在其他方面 技术层面上 他真的扭进去 是靠他很多时候 会突破到的 所以这场球 老实说这场球 发挥 不算太好了 不算太好了 加上Philip 这场球似乎 不太适合他 在场面上 所以整队一环扣一环 就算去到之后 你换入 祖联劳 甚至肥棒 王威等等 这些球员 就相对地 都没那么 叫做 对 效用没那么出来 效果 对 最终输球 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 还有安达臣 老实说 有些人会觉得安达臣 又有这场球 怎样怎样 其实整个赛事来说 安达臣真是带给香港 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为什么会带给香港球迷 会有出线的希望 是不是 真的是安达臣的战术 以及他真是 激发到一帮球员的 斗志的小宇宙 可以说 令到他们相信自己 你说战术 临上方面 是 是有些什么 还是要改善的地方 但是 请问这个世界上 有哪个人是完美的呢 哥迪奥拉也有他执教上面的弱点 缺点 是吧 临场方面 哥迪奥拉也未必是最好的 是吧 摩连奥 爹地 在赛前部署与临场 已经做得好了 但是也有他的缺点 是吧 即是他这套球 即是叫他打进攻的话 始终和现在的现代足球进攻的火力 他要需要的人 人手似乎给不到他 他立即赶不上成绩 那你高谱 也有弱点 那为什么大家 对着你们看你们追追英超的时间 可以这么包容 领级领队 而包容不到安达臣 是吧 其实安达臣在这次的赛事 绝对是什么 是吧 值得掌声 值得掌声 下而今场球你可以说 排阵 是有点问题 他似乎有一心想摆大个头 但是 是 得不到效果出来 到临场的时间 还要换肥棒的 其实可以不用用 整场球只是那个罚球射上去 叫做漂亮点 肥棒是罚球OK的 射罚球那些 摆定定 但是一场球有多少个罚球给你射 你不出肥棒 其实不如出中场 变下来出中场 譬如潘佩又出下来 OK 其实可能更好 可能就 但是这场就 没得好说了 过了 希望安达臣 留下 虽然说有传他也会走 但是 你问我 也希望他留下 多谢 这届赛事 多谢安达臣 多谢香港球员 带给我们 一个 难忘的回忆 可以说 虽然这场球 是 一个 遗憾 一个瑕疵 但是 整届赛事 你由抽签之前 有哪个遇到会 踢到这样 有机会 差出线 有哪个预计 头两场 加上输少 八球 当成赢了 还要进入球 想着这场赛事 不能进入球 三零部队 但起码能进入球 还可以拉成均勢 你说对手 头两场对手失准 也好 喂大佬 高那么多 就算人家平时 以前人家失准 你有没有本事 去和倒人家 对不对 不要说和 有没有本事去攻倒人家 也没有 反而 最后一场 对巴勒斯坦 有时候有些 大赛经验的问题 你的体力 不懂得流放 其实到星期日 我记得有些 报导 就说 其实那些球员 练完球之后已经取得干了 没算是头两场取得干了 还有香港球员 谁会习惯10天里面 踢三场球 对不对 再加上就是 你要 流放体力对着巴勒斯坦 想着靠斗志 去掩饰过 讲斗志 讲战意 你哪个巴勒斯坦来的 人家现在是战乱国家 那群球员是要真是要真 就是你和这些战乱国家斗 你首先 你的战义那些 你已经是低一 就是不要说低人 你够高 人家再高多你半格 起码半格 是吧 那本身人家的身体质素 那些体能那些 又比你更好 那最终输了 不是说要找藉口 不是说要吹奏 就是我不喜欢那些 说还要吹奏 到什么时候 还要打飞机 原来这样也叫打飞机 难怪这十几亿人 都没有好结果出来 我吃的 那么喜欢打飞机 对不对 哎 所以呢 其实这一场 各位可以在网上 我觉得 意见可以发表 可以 批评 你觉得 香港球员有什么 发挥得不好 他们会看的 但是我觉得 以他们这一届的 战义 那么尽力 他的表现 不要忘记香港 不是在看曼城 不是在看阿根廷 不是在看巴西 要求 巴西是没有拉得那么高 我觉得可以 表达但不要那么厉害 千万不要那么厉害 好吗 谢谢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香港足球 这个才是最重要 你要支持香港 首先支持香港足球 因为你的港队成员 就在香港足球那里出来 OK 好了 今集时间来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 放个like 和subscribe 这条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还有就在YouTube 按个小铃收通知 正常来的新节目 和live都会带出来通知大家 还有就follow Petro留言道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 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 出post 亦会订阅IG story 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